创世基金会长期以来帮助无数植物人家庭免费提供道府服务 但是在过程当中也发现个案对尿布的需求量很高 已经成为许多植物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因此创世基金会就发起了称州勇士计划 号召善心人士一起来真正止尿布 为清寒植物人家庭在逆境中合力称州渡过难关 创世基金会日前发起了称州勇士活动 希望以一人一讲称州接力方式 号召善心民众定期小额捐款帮助植物人家庭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照顾植物人当中 大概有一半年龄落在40到60岁 那其实这个年纪是家庭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的支柱 只要这个父亲倒下 其实家庭就会面临非常大的经济跟照顾的压力 那我们希望说号召社会大众做称州的善事 帮我们植物人称起这个家庭 让他们家庭恢复正轨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找到88位的善事 那帮助植物人一天的一个照顾经费1650一路有您 那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植物人的一个到宅经费的一个募集 这项活动一推出花蓮福人社就率先响应 在社长赵瑞平带领之下 会员们一起来到创世基金会 捐赠25箱子尿布 希望在防疫期间百业萧条的情况之下 能够帮助更多植物人家庭来度过难关 那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创世基金会有反映他们得不到一般时间的社会资助 那这一次我们花蓮福人社特别捐助了25大箱子尿库 让我们的创世的这个志工能够在协助我们的这个 卧病在床的这个病患呢 到到载服务的时候能够提供这些物资 那我想今天刚好就是我们花蓮福人社到这边来做一个捐赠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号召我们的这些民众 能够来协助我们创世基金会 1650块就能够协助他们 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民众能够永远的捐赠 创世基金会表示 目前在花蓮地区提供免费到载服务大约有85个家庭 而照顾一名植物人每天需要1650块钱 希望各界民众可以慷慨减囊 降低弱势家庭负担 以一人一讲撑州接力方式 让这份爱心延续下去 爱芭比一起来 1650一路有零 创世的群华联市报道